来,TIBA在不在? 在! 人才培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深化协作,共同推动智慧建筑的国际化发展。 日本智慧建筑共创机构SDCO成立于2025年4月,其母体来自经济产业省与IPA情报处理推进机构辖下的数位架构设计中心DADC。 IPA自2004年成立以来,一直承担推动日本数位转型的政策角色,并以透过数位打造附属社会为其使命。 在这样的基础上,DADC自2022年起推动智慧建筑普及专案,经过了筹备期以及举办了多场多次的研讨会,最终催胜了SBCO。 如今,SBCO已成为聚合政府、大学、大企业、新创公司与广泛智慧技术组织的联盟,目前共有112家成员单位,涵盖日本主要数位产业与建筑相关团体,致力于推广人本永续的智慧建筑生态系。 此次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台湾签约团由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卵主密带队,包括内政部建筑研究所、智慧建筑协会李坚士、台湾建筑中心、绿建筑协会及工研院财化所等,和机共23位代表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签约仪式。 台湾智慧建筑协会理事长温秀琳表示,台湾智慧建筑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肩负推动台湾智慧建筑产业发展的重要使命,并于2014年发起《亚太智慧与建筑联盟》、八批板,串联亚太地区的伙伴,推动跨国交流与国际观摩。 那我们深信今天呢,这份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是台日智慧建筑合作的重要里程碑,那未来TIPA和SBCO在制度的建构、技术交流、实证应用、人才培育等方面,在深化合作也期待促成两国产业间的一个互相的互动,共创智慧建筑领域的共同的美好的一个共族。 那期待未来我们能够携手开创《智慧建筑》的新篇章为社会创造更高的品质、更永续的人本空间。 我々的团体是今年4月设计的,还算是一年后的孩子们的团体。 所以,我还在教设的很多人,但最初,我最初是台湾的大家和大切的MOU,我感觉非常有点有意义的感受。 今天这个MOU是从未来的开始,所以,这将来両国家的環境和益地,更加多的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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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新地区域的美国,更加多的美国,更加多的美国和新地区域的美国。 這是很高興能夠來到日本跟SBCO 智慧建築共創機構能夠做一個MOU的合作備忘錄的簽訂 那我們最主要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希望TIBA能夠跟SBCO能夠有一個很好的合作 不管是在這個產業方面的合作 或是我們在標準制定的共通的合作 還有呢我們也希望未來在人才培育方面 我們可以互相有個交流 那第二個很大的目的呢 其實是希望我們能夠推薦這個SBCO 將來進入亞太地區智慧綠建築聯盟EPIPA 成為我們EPIPA的會員之一 那相信日本在智慧建築方面的技術 它將會帶給整個亞太地區 在智慧建築方面很好的一個價值和影響 這次邀請日本加入之後 我們已經有八個會員國 我們下一個我們希望能夠邀請澳洲以及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 一起加入共創我們亞太地區智慧綠建築的一個高峰 經濟産業省參加的IPA、DADC 2022年に立ち上げたスマートビル普及プロジェクトを母体としまして 勉強会準備期間を経て今年の2025年4月に設立をされました 私たちのミッションは産学間が競争し、デジタルやデータを通じて スマートビルの普及を通じてですね 人々に新たな価値を提供し、人間中心かつ 持続可能な社会を実現することです TIVAの皆さんは我々よりも非常に専攻している分野が多いので まず短期的にはですね、TIVAの皆さんが進めているガイドラインですとか 教育プログラム、こちらを積極的に我々も学び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同時に我々の機構の方もですね、標準化の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おりますので 両者で強調可能な技術仕様について 共同で検討を進めていただけたらと思っています 中長期的にはですね、我々の機構の方も技術革新ですとか 新しい取り組みを加速させ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 TIVAの皆さんにも価値を感じていただける活動を ぜひ展開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結果的にですね、日本と台湾、日台間の会員企業同士がですね 技術交流ですとか、共同プロジェクト そういった発展につなが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おります 次次合作備忘录的簽署 象征台湾与日本智慧建築産業合作正式迈入新階段 未来、台湾智慧建築協会与SBCO将共同攜手 深化台日智慧建築合作 同時、也为亚太智慧与建築聯盟注入更多能量 共同打造亚洲人本、永续、具韧性的城市环境